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导你屁股真抄 KPI啊 砰砰砰 破旧凌乱的屋子被震得灰扑扑的 我艰难地睁开眼睛 摸到枕下静音的手机 一夜过去 上面有几十个未接电话和几十条未读信息 我用手指随意插了插头发 站起身来 缓缓踢开满地的啤酒瓶挪到房门口 谁 是我 熟悉的嗓音中带着一丝疲惫感 既然已经追到这里来了 我也就没必要再躲着了 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 嘎吱音一声 我打开房门 双手环抱着双臂 似笑非笑地看着门外的郑小雨 你有病吗 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把场面弄得那么难看 郑小雨的脸黑如锅底 这笔话说的 好像昨晚偷情视频被放在大屏幕上 雅俗共赏的人是我而不是他一样 我不想惯着他 随手就把门给带上 啊 郑小雨用手挡住了门缝 并且发出了尖锐的爆鸣声 这一嗓子吓了我一跳 我顺着视线望过去 他的五根手指头迅速红肿了起来 他大概也没想到我关门的手劲这么大 丝毫没有留情面 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 我气笑了 你一晚上没回家 儿子想你了 我也想你了 张明峰 郑小雨领口微开 眸光闪动 处处动人 当初看上他 就是因为他这副柔弱 惹人怜爱的模样 可给你快去你妈的吧 我哪来的儿子 我重新打开门 把他推了出去 结婚三年 头顶绿光万丈 还想把那小杂种算在我的头上 难道我是忍者神规吗 离婚协议就放在餐桌上 约个时间去一趟民政局 其他的免谈 被我拍了一脸门灰的郑小雨 终于忍不住了 气急败坏地对着门又踹又踢 我都要升职了 你给我搞这么一出 我事业都要被你给毁了 那只是我和他以前的事情 你这时候翻出来你还是不是男人 你他妈给我出来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都听见了 你别忘了 你也在同一家公司里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的 我挠挠脑袋 酒后的脑袋逐渐在叫骂声中清醒过来 犯错的是他 可他竟然还敢威胁我 行 要不我再刻一份 寄给你爸妈这句话一出 门外什么动静也没有了 我以为两个人既然过不下去 和平分手是对婚姻的最大尊重 可万万没想到 当晚我就收到了被公司辞退的通知 就连银行卡里的钱都全部被转走了 郑小宇是想逼我投降 第二天刷卡续房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剩余的银行卡全都用不了了 郑小宇完全没有道德底线 他把我们婚后的所有共同财产全部转移走了 眼下我成了没有工作也没有住所的流浪汉 可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想过要打电话回家 向爸妈诉苦 爸妈在农村一辈子思想老化 可能离婚对他们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一件事 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 父母供我读到大学 在倾尽全家之力在大城市安家 也很不容易 你退一步低头认个错 什么事都过去了 我妈也在电话那头连连附和 小宇说你心思不在家庭上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你要真是这样 我就打断你的狗腿 郑小宇真不是人 他竟然倒打一耙说我出轨 他是料定我爸妈合适老的性格 我也不敢说出离婚的真实原因 孩子 什么孩子 我孩子在哪 那根本就不是我儿子 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也根本没想着要遮丑 我冷笑连连 是不是绿毛太长 遮住了眼睛 让你们看不出来我才是被绿的那一个 什么 我妈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 那 那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你跟小宇好好说说 让他和那人断了 把孩子给他 你们两个重新开始 再生的大孙子 我爸深深叹了一口气 给我出了个主意 在他们老一辈的眼里 早点结婚生子 延续香火 才对得起列祖列宗 你爸说的对 小宇这孩子知根知底 长得漂亮 家庭好工作又好 你可千万别糊涂 我妈是个没有主见的人 我爸说什么 他就附和什么 你们还是不是我亲爹妈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不得不说 郑小宇在做儿媳这方面 还是有一手的 我爸妈看多了城里儿媳妇 搓磨公婆的新闻 对于郑小宇这种 对待双方父母 一碗水端平的儿媳 赞不绝口 不要公婆带孩子 和公婆没有矛盾 逢年过节 还给公婆钱的儿媳妇 确实很少 可实际上 我的父母掏我的工资 他的父母掏他的工资 不用带孩子 是郑小宇觉得 我爸妈没文化 带不好孩子 他给他的父母 掏钱在同小区里 买了套小两居 每个月又给一笔钱 让他父母帮忙带孩子 当然 他说那是 他父母自己买的房子 可我知道 那是我们结婚以后 攒下的积蓄 感情好的时候 我觉得 他一手操办了家里大小事 完全没有让我操心 是个体贴的老婆 最多钱遭殃嘛 但反正钱还会再有的 安逸的生活 才是最好的舒适港湾 可当感情破裂之后 我才发现 他这是变相的 把所有我们婚后的 共同财产 都转移给了他父母 包括我银行卡里的钱 分文不剩 此时的我和他离婚 等同于近身出户 他可真狠啊 听了我的遭遇 大学同学林彬彬 对我颇为同情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我是不会向他人求助的 王彬彬上学的时候 和我关系不错 主要是他曾经单方面 帮我度过好几次难关 因为谈恋爱 而囊中羞涩啃馒头的时候 他曾经多次故意 打夺一份菜带给我吃 我一直感念着他的恩情 打算今后出席了就报恩 可他没有等到 我出席报恩的时候 等来的是 我要近身出户的 惨烈新闻 他老婆是个律师 所以我找他帮忙 打离婚官司 我媳妇说你得有证据 哦 你有现场视频 我媳妇说你得有线索 哦 房子在他爸妈那 我媳妇说你得会卖惨 哦 已经够惨了 我冷眼看着他 没好气的问道 你媳妇还有什么高见 嗯 我媳妇说 第一次离婚一般判不离 你得等六个月以后再起诉 操 作为绿帽侠 我委托王彬彬媳妇为律师 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诉讼 想离婚 只有等 等调解 等开庭 等判决 郑小雨以孩子还小 她事业正在上升期为由 不同意离婚 所以我还得等六个月以后 以上流程全部再来一遍 顺便再提交一份亲子鉴定的申请 即便那宅子和我领导长的一模一样 我还是得以鉴定报告的结果来说话 在此期间 郑小雨还在不停地向我要抚养费 婚还没有离 你有义务抚养孩子 也应该对法定配偶尽责 她厚颜无耻 我甘拜下风 公司以我有重大工作事务为由 将我辞退 并没有给我法定的赔偿金 我又再次委托王冰冰的媳妇帮我打起了劳动仲裁的官司 解约那天 领导走到我的面前 耀武扬威 你让我名声扫地 我也会让你在这行被彻底封杀 看看到底谁更厉害 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随后公司就将我违反敬业协议 参加别家公司招聘的材料 递交给了仲裁法庭 王冰冰拍拍我的肩膀 兄弟 你老婆和你这个领导 那是要把你往死里整啊 如果这场仲裁官司输了 那就意味着我在这一横彻底待不下去了 他俩气狠了 毕竟双双出轨 还搞出香艳短视频的事情 也在圈子里被广为流传 他们的确想整死我 至少已经整得我焦头烂额 王冰冰帮人帮到底 把我安排住在他们家的一处闲置的小房子里 没过几天 又有一帮人找上门来 门被砸得叮咚响 我一度以为是郑小雨带人来砸房子了 老子 小子可算找到你了 领头的那位头发花白的小老头 脑子好像不太清楚 话都说不利索 不是 老爹终于看见活的你了 什么玩意儿 我转身想 关门隔绝着二百五 却被小老头抢先一步 大声表白 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滚 小老头的秘书好说胆说 重新敲开了我的大门 面对我的面色不善 小老头捋直了大舌头 哆哆嗦嗦地向我说明 我真的是他失散多年的大儿子 亲生儿子 当然 我是不信的 但他拿出了亲子鉴定报告 甭问我样本是哪来的 重点是你真是被人拐走了 小老头声泪俱下 控诉我幼年被人拐走后 七拐八老多番倒手 被人卖到了现在父母的手里 以前做生意心高气傲 得罪了不少人 仇家也多 你妈妈因为没了孩子 抑郁而终 我倒是一直撑着 就想着 有一天能重新找到你 弥补这些年对你的亏欠 弥补 将信将疑的我心中有了新的盘算 你刚刚说你是哪家公司的老总来着 小老头父子重聚的感人戏码还没演完 被我的发问打断 就是那个信阳集团 你听过吧 小老头小心翼翼地说 生怕打击到我的自尊心 信阳集团 那可是我们省屈之可数的大企业 这小老头来头这么大 那怎么几十年都没能找到我这亲生儿子呢 那公司以后是我的对吧 我对刚见一面的亲生父亲狮子大开口 嗯 也不是 你还有个弟弟 小老头脸上有一次愧色 后娶的老婆 好好好 原来是已经后继有人了 老婆已经另娶 所以前面那个儿子找不找得到 也无所谓了 我被人欺负了 你管不管吧 我打开窗户说亮话 既然老天给了我这样一种神奇的翻身机会 我也不想浪费 我必须抓住 管 管 你跟我回家 我让人来安排 小老头伸手就要令我回家 我往后退了两步 还不到时候 你先让我回我公司上班 我把自己和领导之间的恩怨情仇 一五一十地对小老头说了 小老头哈哈大笑 并把自己的秘书给我留下 我明天要看见他回去上班 官复原职 小老头看了我一眼 补充道 升职加薪吧 好的 小秘书的表情抽了又抽 努力克制住自己 听了八卦要张开的嘴巴 第二天 我顶着前台诧异的表情 重新走进了公司 领导周伟伟还在忙着搬办公室 看见我眉毛竖的老高 你怎么还敢来公司 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 我跨过办公室的大门 坐在了他曾经的椅子上 管那么宽 那你怎么还能被撤职呢 他脸色大扁 今天一早 周伟伟才被通知要腾空办公室 他总不至于是以为 自己要升职了 所以才被要求搬办公室的吧 出了那样的丑闻 还想着升职加薪 做白日梦呢 东西都不收拾了 他直接冲去了总监办公室 房门关的震天响 屋外的同事们 探头探脑地看过来 有些胆大的 还冲我笑了笑 我扫了一眼 郑小雨不在 可能脸皮太薄 还处于请假中 可我不一样 我这只绿毛龟重出江湖 就是为了来隔应他俩的 总监办公室里 争执的声音 从大到小 再到寂静无声 没过多久 周伟伟搭拉着脑袋 走出了办公室 他搬起桌子上 收拾了一大半的家伙事 灰溜溜地 从他原本的办公室 挪出了空位给我 不知道小秘书 是怎么一顿操作的 我和周伟伟互换了岗位 而且是有正式调令的那种 仲裁那边的官司 公司也申请撤回了证据 理由是 公司搞错了 我参与招聘的那家公司 是自家相关业务公司 所以不算违反竞业协议 既然我没有被辞退 那么劳动仲裁官司 就不用继续打了 我给王冰冰发了信息 委托他媳妇把案件撤回来 王冰冰这会鼻子怪灵的 闻着味道 立马就打了电话过来 兄弟 什么情况 你和公司和解了 也不算 那你撤诉干啥 因为我回来上班了 你和那挖墙缴的和解了 那倒也没有 我懂了 你要和你老婆和好了 那我媳妇 那的离婚官司 是不是也需要帮你撤了 撤你马 老子要和他死磕到底 王冰冰在电话那头 沉默了半天 你别想不开 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鬼你大爷的 郑小雨得到消息 赶到公司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我正悠哉悠哉的 敲着二郎腿 退回了几条 郑小雨和周伟伟的 加班申请单 还有他们俩的出差报销 我也打回了一大半 原因很简单 那些加班 都是他俩在公司 偷情的时间段 打着加班的名义 出轨做些爱做的事情 真让人恶心 而出差 他俩也是开两间房 睡一张床 这又何必要浪费 公司的报销资金呢 郑小雨气势汹汹地 找上门 把被我退回的申请 一巴掌拍在了桌面上 你能赖了 周伟伟因为你在年会上 干的缺的事 被撤了职 你就趁机顶上 还抓紧一切机会 隔应我们 我告诉你 这只是暂时的 你是不会得逞的 我等着你跪着求我的那一天 他以为我还是那个 被他捏圆搓扁的窝囊费 我抽出手机 当着他的面 挑选了两条 能看清他正脸的 他和周伟伟的亲密视频 点击发送到了 他父母的家族群里 啊 我要杀了你 他家族群里的亲戚们 热爱舞剧冲浪 几乎等于住在了 各大社交平台上 一分钟不到 在他尖锐的报名声中 他的电话就被彻底打爆了 七大姑八大姨 都打电话过来 问候他的感情生活 甚至还有几位好事的小辈 把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上 郑小宇应接不暇 接了几个电话 就干脆关机找亲近 我一看这情况 又在他的日常考核表上 扣了几分 理由是 在工作期间关闭手机 让客户找不到人 影响公司业绩 郑小宇气急败坏 拍着我的桌子大喊大叫 你快把信息撤回 撤回来 我告诉你 你这是在诽谤我 我会去告你的 我抬头看了看 眼前毫无形象可言的他 淡定地说道 你们两人饥不择食 在公司做出那些肮脏事 让公司沦为行业笑柄 公司将依法起诉你们 要求赔偿 郑小宇的脸上五颜六色 非常精彩 我可是消灌 你以为公司会因为 你这样的小人而开除我 我点点头 消灌啊 公司的确不舍得 他的脸色稍微好看一些 刚要呵斥我 只听我话头一转 继续讽刺他 从今天开始 你的那些客户 就由我接手了 反正都是我陪酒喝出来的 你习惯坐享其成 可是我现在不愿意了 带着你的晦气玩意儿 赶紧从我的办公室里滚出去 否则下一秒 我就让你在你的同学圈子里出名 郑小宇从我的办公室 退出去没多久 就被前台的小姑娘给叫走了 说是有人找 我心里盘算着时间差不多了 也跟过去看起了热闹 身后还跟着几个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的吃瓜同事 来找他的不是别人 正是周伟伟的老婆 周伟伟出轨的事情 他老婆本来是不知道的 年会上 那段视频被放出来时 现场那叫一个尴尬 滚 都给我滚 周伟伟气急败坏 在大厅里 对着负责音响统筹的员工 破口大骂 那几个员工 早就看他不爽了 直接拍了现场的几张照片 匿名塞到了周伟伟 老婆娘家门口的包厢里 周伟伟老婆的娘家 本来就不认可这个凤凰男 可无奈他工作一路飙升 当年又对他老婆 一顿穷追猛打 这才拿下了人 这下东窗事发 他老婆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直接带着人找上了公司 他一见面就是一巴掌 郑小雨的脸瞬间肿得老高 趴反手又是一巴掌 周伟伟的牙齿都被打松动了 郑小雨被打懵了 周伟伟也傻眼了 在家里一贯以他为尊的老婆 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战斗力了 他根本不知道 我已经把自己掌握的所有证据 全部分享给了他老婆 包括私生子的事情 也包括周伟伟有样学样 私下偷偷转移婚内财产的事情 周伟伟老婆带来的人 各个魁梧雄壮 当场押着周伟伟 把他偷偷转出去的钱 一分不少的都转回了卡里 另外 他还拿出一张 早就你好的离婚协议书 请周伟伟当场签了 让他净身出户 周伟伟是农村里考出来的 原本以为娶了个城里老婆 已经是组上冒亲烟了 可在他遇到郑小雨之后 他又觉得原来人上还能有人 郑小雨利用他 抢了不少客户资源 两人瓜分了部门的绩效奖金 周伟伟则看上了郑小雨的能力 由他帮着转移自己的婚内财产 他们俩本来想着 等到尘埃落定后各自离婚 过上一段时间后再结合 可没想到 我从郑小雨副驾驶座 频繁改变位置距离上 察觉出了他的不忠 最后顺藤摸瓜地 找到了他的出轨铁证 最后又在年会上 把他们这对狗男女 定在了耻辱柱上 兔子急了会咬人 绿毛龟当久了 则会拔刀 我早就不想忍了 郑小雨和周伟伟 被以钻公司规则漏洞 扰乱公司正常办公秩序为由 罚掉了一整年的绩效奖金 他俩怎么也想不通 我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野鸡 怎么突然有这么大的力量 让公司坚定地站在了我的这边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亲爸到底是谁 我和郑小雨的离婚官司 被小老头派人接手了过去 事情告一段落 我拿着小老头给我的卡 请王彬彬 夫妻俩吃饭 以做答谢 饭桌上 我就把最近的奇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们俩 还顺手赚了二十万 答谢王彬彬 但是震惊的表情 并没有出现在 他们夫妻俩的脸上 倒是王彬彬的脸上 透出了一丝 甚为欣慰的表情 你看 就说我不会看错人的 我就知道 这小子是人中龙凤 王彬彬的话 让我朝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王彬彬媳妇 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点了点头 一副终于认可我的模样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向王彬彬 递出了疑惑的眼神 王彬彬嗨了一声 解释道 信仰集团的老总 委托我媳妇的律所 帮他找儿子 本来这种事情 棘手又不讨巧 所以就落到了 我媳妇这个新人手上 正巧你找我帮忙 搞离婚和仲裁官司 我媳妇觉得 你的幼时经历 和那老总的叙述 有点相似 就死马当活马医 把你的头发送去 做了DNA比对 结果你也知道了 你还真是信仰集团 老总的儿子 我媳妇跟我说的时候 我是不信的 而且这事秘而不宣 没几个人知道 我们就想着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会告诉我们 好小子 以后发达了 可别忘记兄弟我呀 这时 我才理顺了整件事情 原来我的任祖归宗 还有王彬彬夫妻俩的手笔 感谢感谢 情义都在酒里了 我仰头干了一杯 等我离婚官司搞定 我一定好好感谢你们 在酒精和彩虹屁的催化中 我和王彬彬 许下了海事山盟 有了小老头的 专业律师团队的操作 一顿酷酷扔出郑小宇 在婚姻存续期间 恶意转移共同财产的证据之后 郑小宇终于点头签字离婚 我要的也不多 就是把我这些年挣的工资 全部拿回来 冷静期一到 结婚证换成了离婚证 我终于自由了 当然在这期间 我远在老家的那对父母 一直各种打电话来 各种质问 你个不孝子 简直不听话 丢人丢到外省去了 兔崽子 你马上去向郑家父母道歉 好好把小宇哄回来 我们家只供得起 你结一次婚 面子什么的 先放一放 孩子虽然不是你的 可媳妇是你的 只要你和小宇好好过日子 总能有自己的孩子 以上荒谬的论断 让我难以相信 这是一对父母 能说出来的话 可以有一个 倍率的体无完肤的儿子 但不能有一个 离婚光棍的儿子 这等悖论 我简直闻所未闻 我爸甚至提出 要拎着棍子来省城揍我 我问他 爸 我的出生证明在哪 我爸瞬间掩起息鼓 一问一个不知声 直到我拿到离婚证 老两口也再没打电话 来骚扰过我 我拿着小老头给我的钱 在省城置办了房子车子 又给公司拉来了不少客户 公司总监就差把我供起来了 不过你郑小宇和周伟伟的性格 他们俩并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 没几天 一封举报信 就递到了集团总部监管部门的邮箱里 郑小宇和周伟伟破釜沉舟 实名举报我收受贿赂 大吃客户和供应商的回扣 联合分公司总监 恶意瓜分其他员工的客户群 还用不法手段 把员工踢出项目组 证据就是 我超出自身经济能力 购买的房产和车子 剩下的内容 就是引我和总监大搞全钱交易 抢了小员工的无数单子 据为己有 邮件里刷刷贴了 几张我出入房子和开车的照片 一看就是偷拍的 连个实体证据都没有 就凭着开局一张图 造了八百个谣 真是服了 这俩是我的大活爹 我再也不顾念旧情 反手就把他俩告上法庭 首先 郑小宇婚内出轨 我要求查明婚姻存续期间 他的所有收入来源和支出明细 重新分割婚内财产 其次 他们以不时依据 随意诬蔑我 我要求他们俩 对我进行精神赔偿 并且公开道歉 至于他俩实名举报的邮件 小老头早有准备 那些东西都标注了赠语书 总公司自然不敢瞎追究责任 郑小宇和周维维两人 彻底身败名裂 被公司开除 听说了我的新遭遇后 为了安慰我 小老头又给了我一大笔钱 作为安慰 总公司你暂时还进不去 但是我可以给你在分公司 安排一个好的职位 小老头的动作很快 我很快就成了分公司的法人代表 有实权的那种 离婚后 财产纠纷案和诽谤侮辱案 如期开庭 即便他们两人在法庭上 百般辩解 可我方上交的一份份 清晰而细致的证据 却砸得他们百口莫辩 特别是那一段段 拍摄于家中卧室 车内 办公室 会议室等的激情小视频 一条条的作为证据 在法庭上被清晰地播放了出来 足够让他们俩一次次 在众人面前射死 就连法官和对方律师的脸上 我也看到了震惊的吃瓜表情 张明峰 我以为我们之间还能回到过去 郑小宇恬不知耻 还试图向我打感情牌 就连他的父母 也在法庭外跪下求我 让我网开一面 别撕破脸 让大家难堪 你出轨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想到今天 我看着他们一家人的恶心嘴脸 拒绝和解 官司输了 郑小宇因为他的无耻 又吐出了不少财产 周伟伟因为证据确凿 不得不向我公开道歉 他们俩赔偿了 我一定的精神损失费 这一笔费用 让他们本就不富裕的处境 雪上加霜 两人大吵一架 分没分到扬镳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从此以后 郑小宇和周伟伟这两个人 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周围了 我给老家的父母打了一笔钱 算是还了这几十年的养育恩情 老两口没有反应 我猜被戳穿后 他们两人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 我又把卡里剩下的钱 转给了王彬彬 感谢他对我的关心 也算是和自己的过去正式告别 小老头对我还算好 在我经历了这些变故之后 问我要不要出去玩一圈 他付钱 本来就打算出去走一走的我 就顺着小老头的安排 开始了环球之旅 活了三十年 我才发现外面的世界竟然这么大 有了钱 我可以喝着咖啡 欣赏东海日出 也可以打个飞的睡一觉醒来 坐在夏威夷的海边日晒 我可以早晨在冰岛欣赏极光的绚丽 也可以睡一觉 翻个身 就到西雅图广场上喂鸽子 以前从没体会过的各种奢侈生活 我算是享受了个变 买房买车 找美女找快乐 样样不辣 小老头确实想要弥补我过去几十年的击苦 除了不让我进总公司 或或公司业务 掏钱那叫一个毫不手软 我到一处玩个几天 属于我的房产就跟着安排上了 她甚至问我要不要去拉斯维加斯试一试手气 等赚完北欧和北极这种 凭我自己一辈子的努力都遥不可及的地方之后 我被她说动了 欣然前往 小老头给我的钱很多很多 不过年底了 她很忙 开始让小秘书帮我处理事情 小秘书飞来之后 先给我在拉斯维加斯买了一套大豪宅 又亲自带我去拿了不少钱 我的手气很不好 输了一笔又一笔 小秘书倒是很淡定 安慰我 没事 你有很多钱 也有很多机会 我心里有些嘀咕 我这么败家 你家老板不嫌弃 小秘书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 你在外流落了二十几年 老总想补偿你得太多了 只要是钱能解决的事情 都不是什么大事 这点钱不算什么 毛毛雨啦 她也下场陪着我一起玩 不过她的手气要比我好很多 她赢了不少 甚至比我输的还要多 你这是属于工作时间 还是私人时间 赢的钱算你的 还是要交给你家老板 小秘书瞥了我一眼 工作时间 但是我可以拿一部分 那你们公司待遇还真不错 嗯 还行 就这样 我把小老头给我的钱 全部输了个金光 不过 小秘书赢回了很大一部分 我还是欣慰了不少 总算没有瞎糟蹋钱 回国前一天 小秘书让我一个人 待在房子里休息休息 他需要去帮小老头办点事 我站在阳台上 眺望远处的风景 竟然无意中看见 小秘书上了一个熟悉的人的车 是赌场接待我们的那个蝶马仔 我以为他是去兑换赢回来的钱的 可是 他这一去 竟然再也没回来 小秘书的行李都没回来收拾 我有点不放心 打电话问了问小老头 我临时安排他半点急事 你不用着急 小老头的语气有点陌生 半句话都没有多说 就以要开会为由挂断了电话 我只得自己收拾行李往机场赶 但令我意外的是 我被拦在了机场外 没有查询到我的航班 我彻底懵了 机票我是看着小秘书帮我俩订的 怎么会没有 我用自己那别角的英语 拜托机场人员查询 我的机票预定记录 记录显示 我的机票早在订完票的第二天 就被退了 是不是小秘书搞错了 我整个人都傻了 小秘书的电话打不通 小老头的电话也打不通 我只能拎着重重的行李 回到了房子 好在房子还能继续住 可是我身上的钱却不多了 思想上挣扎了许久 我才去翻看小秘书留下的行李箱 行李箱中上层覆盖着的 是小秘书的日常用品 东西不多 但收拾得很有条理 看着并不像是匆忙出走的模样 翻开那一层 行李箱下面空了大半 赫然放着一张标着密码的银行卡 和几打字美元纸币 还有用赌场卡片写着的两个大字 保重 翻爱一片子 拉斯维加斯的街头路边 一群人中间围着一个 胡子拉叉的流浪汉 天气很冷 可那男人穿着破烂 嘴里如同祥林嫂一般 反复说着一些模糊不清的中文 我真傻 真的 他们都是骗子 把我骗来 让我输钱 又赢钱 把我的钱全部骗走了 只给我留了一套房子 钱也早就花完了 有个路过会汉语的中国人 忍不住插嘴问道 那你怎么不回国 那男人猛然抬头 眼神如猎鹰般犀利 可又很快换散开 我回不去 我回去就得坐牢 我不想坐牢 我没有罪 翻爱二儿子 大山里的农村 深夜寒风呼啸 而又刺骨 年迈的女人缩着手背 站在屋子门前 朝远处张望着 一位头发花白的男人 一瘸一拐地从远到近 看着女人期盼的眼神 缓缓地摇了摇头 女人瞬间红了眼眶 这孩子 不声不响地离了婚 拿着钱 也不知道到底去了哪里 男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那事儿对她的打击太大 不回来也好 不回来 说明她还活着 活着就代表希望 不回来好 不回来好啊 翻爱三短信 儿子 你在哪 儿子 你回来吧 儿子 我找到你的出生证明了 儿子 虽然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 可是我们一直把你 当成亲生儿子看待 儿子 你想找你的亲生父母 我们可以陪着你一起找 儿子 我们爱你 闪烁着荧光的手机 逐渐暗下 直至沉入黑暗 番外四伏法唐人街边的 小饭馆中 半旧的电视机里 正播放着国内的社会新闻 为首的走私犯罪团伙 全部被抓获归案 警方将追回犯罪嫌疑人的 全部犯罪所得 流落在外的被害人 也将被一一接回 这是我省破获的第一起 涉及多行业 多渠道 多手段 多配合的违法走私 洗钱案件 屋外的小角落里 流浪汉正在被店家驱赶 滚滚滚 快滚回你的豪宅去 有豪宅还在这里骗吃骗喝 神经病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